書包 那當然爸爸媽媽也會擔心 但是因為有了這個書包可以保護 還有他們也有導護老師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小孩子是非常的安全的 那其他的國家呢 像俄羅斯呢 他是用手霧的 那日本的也是用手霧的 然後他們比較多 所以他們有的父母 父母在他很好 那這個呢 義大利的話通常都是坐交通車 那應徒的話你看 他是人口命徒最高的一個國家 所以你看有牛車啊 有巴士啊 有車有貨車 所以他們基本上會讓孩子的安全 父母一起都可以接受 這是我的老師啊 這個老師呢 在國外通常他們都是職務老師的名字 那只有呢 應徒呢 他會稱為摩摩女士 他不是說奶奶姓羅 他會說羅女士 這個是稱呼老師 那還有呢 就是這個伊朗 他就是會稱呼老師 還有女士 其他的國家喔 還有日本 日本他稱呼的是先生 先生是什麼 神聖就是老師 那我們台灣是先生 張先生 那他們日本呢 先生呢 甚至的是神聖就是老師 老婆 西套 マa